我們那個主題就是講到 作分享的時候 講到聖誕充滿如何幫助我們分享 講到分享的時候我們 怎樣發揚神的屬性 怎樣去講出神的屬性 讓人知道神的美善 我們今天已經傳出了資料的了 就是講到幫助我們分享 第一就是清楚和有邏輯性的 講出發生什麼事 譬如我們分享有什麼事發生 我們都很清楚告訴別人 發生什麼事 和神怎樣幫助我們 在這個過程看到神的屬性和恩典 將榮耀歸給神 第三就是對未信和信的人有什麼鼓勵 我們分享的時候的目的都是想鼓勵他們 不是這樣分享完就算了 而是鼓勵他們相信神真的很美善 神很有能力的 祂有醫治的能力的 祂有安慰的能力的 祂更生生命會變得美善的 我們都有這些目的去鼓勵人 那我現在就講一講就是 分享的時候都帶出神的屬性和恩典 為什麼這樣做呢 那我就去用一個角度去解釋 就是說很多人作辯證就說 譬如我本來差不多有交通意外 神就保守我啦 或者我有個病神就醫治我啦 或者我和人相處本來很困難的 神給我內心、愛心、揉述的心 那我就衝破了和人的問題 就是都是一些我們生活裡面的問題 就是神幫助我們衝破了 那在這些事情呢 很多人分享就講到那個事情了 那你就跟著說多謝神 那他就覺得這個見證就已經講完了 其實呢 他這樣講見證的時候 他是見證了一部分 是見證了什麼呢 他經歷了什麼 那他會講神做了什麼的 但是呢這個通常來講是不是一個重點 很多時候人不是一個重點 那而我從聖經呢 我看到呢 聖經的重點是宣揚啊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就是神的美德 就是我們任何的作為 都應該是宣揚神的美德去榮耀神 那譬如有一個人得醫治 那有什麼神的屬性呢 大家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譬如說我們分享神醫治我 顯出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呢 屬性就是祂的本性 本質 恩典就是祂為我們所做的 通常恩典就有個我們在那裡 祂醫治我們 這個就是恩典 好 有沒有人想講呢 譬如說到神醫治我們 有一個人呢 那個病的醫生說沒得醫了 誰不知他很神奇地醫好 好 那我們 他怎麼講到神的屬性和恩典呢 有沒有人想講呢 他很憐憫那些病人 是的 沒錯 他的大能呢 是比世界最大的醫生呢 都大的 他的大能 醫治的大能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馬上 因為我們都多次講到神的屬性和恩典 所以你馬上都明白到了 我們要分清 在張仙所講的哪個部分是屬性 哪個是恩典 屬性就是祂的本性 就是祂是大能 這個單純說祂的 這個就是屬性 神是大能的 神有醫治的能力 神是生命的來源 這些就是屬性 還有神有憐憫 神祂是 是見到人的時候 祂是有憐憫的心的 那恩典是什麼呢 恩典就是祂會醫治我們 祂知道我們的軟弱 祂會臨到我們身上去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 那這個就是恩典 有個我們在這裡 好 那我們有另一個情況 想大家去講一下 那我也問一問大家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講 神的屬性和恩典呢 有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人想解釋給我聽呢 為什麼 譬如說有個人作見證 我本來有癌症的 那我現在 好了 你看我多健康啊 這樣 那就感謝主 這樣 那就講完了見證了 和我要講出神的屬性 有什麼分別 大家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為什麼要講出神 想那些人呢 知道神的大能 要他們感受到神的大能 所以 這麼嚮往神呢 他們希望呢 相信神 想他們知道神的大能 相信 OK 非常好啊 非常好 你真的很明白到我 教導這件事的重要性 就是明白神的大能 除了大能呢 除了大能呢 還有什麼呢 除了大能 還有什麼呢 慈愛 憐憫 是的 是的 他怎樣 慈愛憐憐 還有他怎樣關顧人 神怎樣 知道人的需要 他很想祝福人 於是 人就對神有信心了 雖然我們 聖經有講到 保羅啊 提摩太啊 以巴弗提 特羅菲莫都曾經有病 但是他們的生命 沒有因為他們的疾病而受難阻 神不是擔保我們絕對沒有病 但是神是可以 醫治我們 神是可以 總之他的計劃 是不會被疾病難阻的 這樣 當人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他明白 神會超越一切的疾病 他會幫助我們 無論有病沒有病都好 我們都能夠得勝有餘 那人就會有信心了 就是這個原因了 OK 好 那我們又去另一個情況了 譬如有個人分享 他以前很難搖述人的 很容易發脾氣的 跟人關係不好的 但是他被耶穌改變之後 他就搖述人了 他又祝福人了 關心人了 他就作見證了 感謝主我已經改變了 這樣 OK 那這裡 他可以說些什麼 神的屬性和恩典 和目的是什麼呢 有誰想回答 大家放膽去說 不用怕的 其實都是一個操練 神是很疼愛他的子女的 很疼愛他必管教的 嗯哼 OK 你繼續說下去 可以一直說一說 他 說全 就是分別在哪裡 嗯 還有 神是想我們有豐盛的心靈 如果我們是可以 好像他這樣 那麼溫柔呢 我們 就可以 被釋放 就不用困住自己了 你說的 都對的 非常好的 我想你全面性說 就是說 當我們 這樣說出神的屬性 有什麼 有什麼目的呢 有什麼益處呢 我要想想 有沒有人想嘗嘗說 那 如果我們分享的時候 這樣說 講神 就是 這樣有什麼益處呢 就是 神是有能力改變人的心 嗯哼 因為 人呢 是很難改變自己的 嗯 也都 譬如 就算聽別人說一些道理呢 那 如果沒有神的 帶入呢 其實呢 人的心也可以是繼續乾硬的 嗯 那為人的感動呢 我們可以 就是 可能 有些人是即時改變了 的 還有沒有人想說 呢 你講得對的 啊 我就希望你講得更加 傳避啊 那為什麼我講什麼傳避呢 就是 全面性講出神的尾善 在關於這方面 來到激勵人 等人聽完之後呢 會 喜悅神的尾善 以及喜悅去被神改變 OK 好 那我自己講了 現在 那我們 就會看到呢 人的本性呢 是容易 發怒啦 容易 不搖書人啦 容易呢 被情緒影響啦 那就 感謝神啦 在 我這樣的狀況 神都沒有丟下我了 這個就是神那個 他的 那種憐憫的心 神沒有丟下我 神呢 就感動我了 我裡面呢 就覺得 有聖靈的提醒 不要去怒人 去祝福人 去祝福人 在當時來講呢 是難做的 不過 神繼續提醒我 繼續激勵我 讓我知道呢 在神裡面 跟從神是最蒙福的 那於是我就開始去 去多親近神 和求主祝福那些 幫助我去有能力去祝福那些人 那在這個過程呢 就看到神怎麼樣去 教導我了 就是我本身不是這樣的性格 神教導我了 神呢 就 將我改變 讓我有這個 憐憫人的心 那你發覺我講這個過程 改變的過程 我都時時講出神的作為 我們分享的時候呢 時時講到 聖靈怎樣感動我 聖靈怎樣改變我 我本來是怎樣的 但是當我做我本來做的那些事情呢 聖靈就感動我 令到我覺得不舒服 令到我覺得呢 我需要改變的 而當我跟從神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輕省了 我就平安有喜樂了 就是神一直激勵我 我聽祂說 祂一定祝福我的 那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呢 神是憐憫我 又憐憫那個人 神是醫治的神 祂是會將人的生命改變 祂不是只是憐憫我們的外面 祂是醫治我們整個人的生命 將我們整個生命呢 變得美善 變得柔和謙卑 叫我們的生命呢 是彰顯出神的榮耀 所以神呢 是一個美善的神 祂都能夠令到我們變得美善 神也都有智慧聰明 去將一個光硬的人改變 我們本來是怎樣容易被人影響的 我們現在改變了 我們不再被人影響了 神是內心的一步步提醒我 一路提升我 將我整個生命提升 那所以呢 我看得到原來走神的路呢 第一 就會脫離我那些不好的習慣 那些罪就會破壞生命的 但是神呢現在祂將我改變 讓我呢 能夠去祝福人 去饒恕人 將我整個生命提升 我就更加享受人際關係 我更加享受做人 我更加得力 更加得到神的喜悅 我整個生命就提升了 那在這個過程呢 我講出神有什麼屬性呢 我總括了 即使我是用句子的方式講 我現在講出那些 一種種的屬性 一個屬性就是憐憫 它有智慧 它有能力 它能夠滲透我們的生命 能夠進入我們裡面 去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它能夠重新再做我們 它能夠將我們全面的更新 它能夠提升我們 使用我們 那這些都是祂的能力 還有祂有這個憐憫的心 在這個過程中 祂就將我們整個生命提升了 希望大家呢 會深刻去想到 神改變我 是祂用了這麼多心機 智慧 內心 這麼多祂的方法 還有祂有這個能力 滲透我的生命的裡頭 在我裡面跟我說話 改變我 那我也希望大家 經常記實 哇 神真是美善了 我就學習去感激神 還有回應神的感動 對我來說是最有益處的 OK 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回應 或者發問 有沒有人有任何的發問 關於我剛剛所說的 或者回應 就是這樣全面性 這個就是我希望大家做得到的 那這個需要時間去練習的 就是我們多些想 神怎樣跟我們互動 神怎樣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有時候我們又不聽話 然後神又怎樣慢慢逐步逐步改變我們 但有些人很快改變 譬如以現在我來說 我一知道我 跟人的關係有些問題 我立刻我就會去道歉的了 那我知道我立刻回應 我不會說等到第二次才回應的 我即時回應 我放下我的自我的尊嚴 和驕傲 即時去回應 那這個就是神教了我了 那我教了我之後 我就記實神很欣賞這樣的 神又怎樣改變我 我就以後就不要 要等神慢慢去感動我 一下子可以即時改變 那我都想大家做一下功課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你就在明天我們繼續這個Zoom聚會之前 你可以錄音或者寫簡單寫 你曾經有的一個見證 以後你加上神的屬性和恩典 你可以在群組裡傳出來 也可以錄音傳出來 那你有了這個功課是會進步很多的 因為人是學習不只是聽完的 你聽完幾好幾好 但到下一次做的時候又忘記了 那我希望大家試一下做這件事 那你就會進步 譬如學打球 那沒有可能 我示範給你看我怎樣打怎樣打 那我跟著好了 你現在開始打球 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 或者游水 那我示範給你看怎樣游 那你就是這樣游 那沒有可能 立刻人就學到的 人學習一定需要練習的 那所以大家想學習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被動去聽 而是主動的去練習 那你在 就是明天我們有Zoom聚會之前 你就去錄音或者寫出來 就會更加讓我們去反思神做什麼工作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神 因為我經常反思神的工作 我經常都很欣賞神 我經常都很喜歡神 因為我反思很多很多 我很多的經歷 我以前怎樣在罪中掙扎 怎樣聖年提醒我 我經常記實 我記實很多神怎樣無條件的祝福我 怎樣在我生命中 將我整個人生命提升 還有給我很多的機會 我就一步步 就是總之每一件事 我都放在記憶裡面 我就很感激神 所以我講見證有大把可以講的 因為我已經很多藏在我的記憶裡面 牧師可以講一下他們 是個別傳給你 還是傳給你 傳給你 在群組裡是好的 群組為什麼好呢 大家都可以參考 就是不只是一個人看的 不只是我看的 大家可以參考 大家可以互動的 譬如你說 我聽完他分享 我也想補充 可以這樣講神的恩典和屬性 這樣大家學習 我也希望大家有個謙卑的心 不介意的 我們不是批判 而是說 我們都可以這樣進步 這樣的心態 好嗎 大家 在群組裡傳出來 然後呢 就 你有多少時間 就做多少 也沒有壓力 你做多些也不要緊的 你寫多些也不要緊 但是其實 不要只是講過程 一定講神 很重要 聖靈怎麼感動我們 聖靈怎麼帶領我們 聖靈怎麼為我開路 聖靈怎麼提升我的生命 在裡面去感動我 然後呢 我看出神的屬性 OK 大家明白嗎 牧師會不會大概講幾多分鐘 就是有些人可能 他沒有這個時間 就會很長 那你可以大概幾多分鐘 要不要告訴他 我會這樣講 就是 大家 就是我們 有講到其中一點 我們分享的時候 都去 to the point 是 清晰的 邏輯性的 就是我們講什麼呢 就不要說 那天我坐車去哪裡 不用講這些的 我就是講 我跟那個人交往 接著我又發生這些事 接著我聖靈怎麼提升我 接著我改變 這樣的時候 簡潔 to the point 就是任何經歷都不會長得很緊要的 我覺得是 五分鐘之內 但是如果你說 我真是很長的那個故事 那你繼續講都可以的 但是留意就是 有些細節不需要的 不要說 那大家可以這樣的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是可以幫助大家去 去 譬如錄音 可以自己練習定先的 那方法是怎樣呢 你可以跟一個朋友 開一個群組 兩個人而已 那說明給一個人聽 我會刪除這個群組 刪除她的名字 譬如我和我太太 她和我都開了幾個群組 那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記錄下 譬如有些群組 我是要來記錄下 有些什麼 中文影片 有些是英文影片 有些是 有些什麼報告 有些什麼事情 那我會這樣分 開了這樣的群組 那我加了我太太太之後 然後我就刪除它 即是成為一個群組 那以後這個群組 我們就可以傳東西進去 即是你放多少東西進去 作為儲存的作用 儲存 那你就可以這樣開一個群組 那你可以找我的 我不要緊的 你找我 那你寫明 我現在 葉牧師我現在用你 就等我 因為群組一定要兩個人 有一個群組 就可以在裡面儲存東西 就將這些錄音儲存 然後呢 你加了我之後 然後你 總之你告訴我 一會兒我會刪除你 那你刪除了我 那你刪除了我 那怎樣開這些群組 就在WhatsApp上 那個選項那裡 那三點那裡 就有開一個新群組 是用手機的 電腦做不到的 開一個群組 就會找人 那你就找一個你認識的人 然後你加了它 那你說明明 我會刪除你的 那你要給個名字的 然後呢 你就在那裡錄音了 那你錄完 錄到滿意的 那你才傳來 那這是一個方法 就是 因為你一傳來這裡 那你可能錄完 又不是很滿意 那又 又要傳錯了 這樣 那所以最好呢 就是你傳一個給一個 自己整的群組 然後呢 你錄好了 你就傳給我們 也都不要太大壓力 不要太大壓力 哎呀 要做得很完美 那還有這個 見證是好的 我們都可以就 即時和大家 整了它做 網上的見證 那這個就開始 大家開始 網上見證這件事 這個事奉 OK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 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我們感謝主 我們這三個星期 在我們的事奉操練課程 星期下午呢 都聖靈的臨在很強烈 那我們因為現在 用荔枝角的地點呢 是沒有星期一 即每個月 第一個星期日 不可以有聚會的限制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 都有聚會 每個星期都有的 以後都是有的 兩點半開始有一個 互動的崇拜 就是呢 互動的意思就是 是討論式的 那些人都很熱烈反應的 也都很 一些回應 他真的對那個 經文深入很多 然後下半部分呢 就是一個事奉操練課程 那就 全個過程到五點半 完 然後就 互相祈禱到六點鐘 之前就會 離場的 那如果有些人 離不完 可以離一部分的 OK 好 那我們 希望大家一起投入 我們 譬如這兩個星期呢 我們都有人 很大喜樂 那些喜樂 一路湧流 那我們都 希望我們更多人 我們一起 放鬆的人 站起來 去親近我們的主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我們在每一個經歷 我們都看到神的美善 神真是很美善的 神提升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由一個軟弱 有各樣的聚的人 沒有什麼目標的人 改變成一個有盼望 有喜樂 有力量 還有呢 有侍奉的目標的基督徒 主要多謝讚美你 感謝你 因為你的本性就是更新生命 你有更新生命的能力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憐憫的心 你有改變人的心 你的心裡也是柔和謙卑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你裡面 很舒服 很平安 我們的成長過程 有些人快 有些人慢 但我們都可以很輕鬆 喜樂地成長的 多謝主 有耶穌萬事足 我們有耶穌 就整個人都開心快樂 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的大恩 哈利利亞 求主更新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求聖靈感動我們的心 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 軟化我們的心 �ひ然極求聖靈充滿我心 恨靠聖靈充滿我心 恨靠聖靈充滿我心 恨靠聖靈實防我 恨靠聖靈擁花我心 恨求醒你改变我 恨求醒你充满我心 恨求醒你释放我 恨求醒你充满我心 恨求醒你改变我 主啊恨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 恨求神你更新我们 恨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善 让我们看到你的能力 你的慈爱 你的恩典 你的帮助 我们就欣赏你 我们就欢喜你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更多人去欣赏神 欢喜神 享受神 喜欢神 神你真好 我们愿意全身听你的说话 我们当我们将生命献上的时候 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保护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就一定会帮我们进入 神你的善良 顺存 可起的旨意 是你会一步一步提升我们生命 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提升的 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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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主要帮助我们献上所有 我们就能够进入神你的完美计划 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 我们都能够祝福更多人进入天堂 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最主要的目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你自然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自然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的安排 主思恩提升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耶稣你真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行神的路是最蒙福的 主更新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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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